股民朋友们注意了 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来了 我国又以黑科技啊 惊艳亮相 动力电池大变天 下一个万一风口呀 即将席卷全球 锂电池那电池啊 在它面前的都是小弟 那它将会是所有电池的一个终极形态 充电三分钟啊 续航1000公里 而且使用寿命更是长达20年 毫无疑问啊 这又将是资本真相追逐的一个超级风口塞道 那如果你还看不懂这个趋势啊 那又将会和一个时代的风口实之交臂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悠悠 新老朋友啊 记得给悠悠点赞加个关注 悠悠呢将有两分钟给你讲清楚 是个万亿风口赛道 到底怎样去参与 那在早先的时候 我国首条固态电池生产线啊 早已在江苏昆山建成实现了量产 那与现有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而言呢 固态电池啊 是摒弃了毅然毅爆的微选化学品电解液 那因此呢 即使遭到各种物理损坏 像针刺啊挤啊等等情形的时候呢 也不会发生像冒烟 起火爆炸等严重的安全事故 而且能量密度更高 更加的安全可靠 上个月的时候呢 美国哈佛研究团队啊 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固态电池 说是该电池能够循环使用一万次 有望实现三分钟内完全充电 并且可以持续使用二十年的时间 那在网络上 说我国固态电池技术 远远落后于国外的说法呢 也流传很广 首先我们和日盘欧美啊 聚焦的一个路线 是完全不一样的 路线不同 可比性就不强 而且从多个技术指标上来看呢 我们的电池技术 绝对已经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的 而且相较于 人处于实验室阶段的老美而言呢 我国的固态电池 已经正式进入了规模化和商业化 绝对是领先全球的一个格局 美国的研究团队 现在仍在寻求将新型的研究 成果商业化的当中 那毫无疑问 中美在新能源电池领域 都取得了一个巨大的突破 这不也正好说明了 动力电池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固态电池也被认为是下一代电动车 动力电池的技术方向 现阶段呢 固态电池在技术指标上 也是领先于三元力电池的 虽然目前还未有量场的固态电池 搭载的汽车 但从目前的产业布局来看啊 像丰田宝马大众等多家国际车企均在固态电池领域进行了一个布局 而且加大了在固态电池领域的一个投资 就像我们自己的企业啊 像小米啊华为之类的都没有放过这次趋势的风口 已经都在加快布局固态电池了 那以上的种种迹象也都在表明固态电池的时代啊终于要来了 那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 当我们回顾过往新能源赛道 凭借市场巨大的需求和行业广阔的前景 诞生了非常非常多的造福神话的时候 那例如宁德时代推出三元力电池 直接就助力其成为电池领域万亿市值的大哥大 还有比亚迪的碳酸铁力电池 直接拉出了六倍股价的一个加化 那像我们的老朋友传译的纳电池 更是书写了四个月五倍增长的神话 那这一次固态电池的惊艳问世 下一只领头羊又会是谁呢 最大的蛋糕又将花落谁家呢 最近啊悠悠也就这个行业呢 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 给大家总结了一份固态电池全产业链的研究报告 包括行业最重要的几家浓头企业 关键是有几家的股价呢 还处于一个底部 那下一个风口企业或许就将在其中诞生 那悠悠呢 已经把这些企业放在这个清单当中了 想要了解的朋友呢 可以给悠悠点赞留言188 那如果留言的朋友啊比较多 想了解的朋友也比较多 悠悠后续会在策略里 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解读和分析的 那既然说到这里啊 也有新粉丝在问 那一些新家悠悠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悠悠的复盘时间呢 是每周日到周四更新 其他消息面和技巧类的视频呢 尽量都会做到每日更新的 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 想看的内容呢 记得给悠悠留言 那本期视频内容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